台北地区散布着94个华人艺民村 主要分布在青莱与青麦两省 在这里你会看到华文春联 华文招牌 听到华语的交谈 对于中华文化他们仍然坚持着 例如中华文化里的三二九青年节 对台北的学子们来说 就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这一天举办的青年运动嘉年华 是一年一度台北地区青年们聚集的盛会 台北地区一年一度最重要的一个活动 就是反独青年运动大会 这个活动主要的目的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集结了台北青莱青麦 各村各在的人 集结在这边透过竞技的方式 来展现我们台北乡亲的团结 第二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杜绝毒品 这个活动已经成为台北地区团结当地华人 宣扬中华文化的一项重要盛会 我们今天和太北的云南乡亲 以及我们中华民国政府 还有我们李泰的各位台商 协助太北地方的云南乡亲 改善他们的生活 太北的经济发展 已有了不凡的气象 大家种了很多的茶 改善了大家的生活 现在把我们自己这个可爱美丽的村落 已经建设了 是一个世界文明的一个观光区了 最出名的现在就是白塔 我们这里也有很多的佛寺 还有观音寺 有这么多的景点 也很希望大家能够来参观 谢甲归田之后 中华儿女们在太北地区 写下了一首归原田居的诗篇 在政府及各界共同努力下 他们建设这里 成为生活上的一处桃花园